就到了全球現場時間 我們持續來關注到的是 隨著這個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辭世之後呢 相關話題持續延燒 那麼這幾天呢 王子穿不穿軍服的話題 也一直不斷被拿出來討論 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個哈利王子 他婚後選擇淡出王室 卸下了王室的職責 所以呢也被淨穿軍服 那麼前幾天呢 哈利王子伴隨女王怡靈的時候 當時呢從這個白金漢宮 要到這個西敏廳的路上 他也只有穿黑色的西裝 那麼在父親國王查爾斯 三世的要求之下呢 17號首夜的儀式上頭呢 哈利王子是已經獲准 可以穿上軍裝了 所以大家呢又可以看見 哈利穿上軍裝的樣子 那麼另外一個王子呢 他是哈利的叔叔 他也是女王的兒子安德魯王子 原本呢安德魯也因為 身陷了性侵醜聞 所以呢軍銜被拔 禁止穿著軍服 不過呢倫敦時間的16號晚間 這個首靈儀式上頭呢 安德魯王子是已經獲准了 也再次穿上了軍服現身 這就是這個倫敦時間16號的時候 他穿軍裝現身的這個照片 那麼安德魯王子呢 獲得允許可以再穿上這個軍服 所以呢大批的英國民眾就認為說 那哈利王子應該更有理由 可以穿上軍裝吧 因為這個哈利王子呢 他不僅身份特殊 他也是這個現在英國王室成員當中呢 少數曾經有投入軍旅生涯的人 甚至呢他曾經前往阿富汗到前線來作戰 那麼穿著軍服呢象徵最高榮譽 當然呢也代表你對於這個出席場合的一個重視 所以可以看到呢其實 威廉跟哈利兩兄弟 他們呢都分別在各自的婚禮上頭都穿上了軍服 2011年的時候呢威廉王子 當時還不是王初還是王子的時候 結婚當天呢他選擇穿上的是紅色的軍裝 紅色軍裝背後呢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曾經是愛爾蘭衛隊的一員 這是愛爾蘭衛隊的制服 那麼2018年的時候呢 哈利王子婚禮喔 他也是穿軍服 不過他不是選擇紅色 他穿的是深藍色的軍服喔 代表的是英國皇家藍色騎兵團的制服 也是特別經過女王允許的 那麼其實除了這個威廉凱特 還有哈利跟梅根之外呢 很多的王室成員在辦婚禮的時候 通常呢都是新娘穿白沙 拿新郎穿軍裝的這樣的一個搭配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跟菲律普親王 還有當時的查爾斯跟丹安娜王妃呢 也都是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幾乎成為英國王室長達百年的婚禮標配 這個不成文的搭配習慣呢 最早最早可以追溯到1840年 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 她跟阿爾伯特親王當時辦的婚禮 因為其實在那個年代呢 按照當時的一個傳統王室婚禮呢 通常新娘都會穿上金銀材質製作的禮服 上頭還有很多珠寶箱在上面 但是這個維多利亞女王就覺得說 這種風格呢太浮誇太奢華了 不太適合她自己女王的身份 所以呢她當時就選擇了白色綢缎 搭配蕾絲來製作她的婚紗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打扮呢 在那個年代非常的罕見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新娘禮服也不是白色 都是有顏色的 所以維多利亞女王的白紗就掀起了熱潮 一直到現在 回到這個軍裝上頭 包括了威廉還有哈利王子在內呢 這些王室成員其實他們都指定 要到倫敦的一間老店來訂做軍服 這間店呢就在倫敦的一條街上 它叫做Dige & Skinner 這間裁縫店呢1865年成立到現在 已經有157年的歷史了 而且其實這個店面不大喔 在同一條街上呢有很多 這條街叫做薩維爾街 全部呢這條街都是西裝裁縫店 為什麼這上百年來 王室成員偏偏指定就愛這一家呢 因為這間裁縫店 從量身剪裁到加工做出這個西服 全部是一條龍的製作 都在這一間小店裡頭製作完成 和其他的店家不同 其他附近的裁縫店呢 雖然也是喊出提供這個高級定制服裝的服務喔 但是都是只是在店裡頭 幫你量好這個尺寸量身裁衣之後呢 就會把這個衣服拿到其他的工作坊裡頭去加工 有些甚至是量好尺寸喔 把這個紙板寄到成本更低的國家 再來做衣服 等到這個衣服製作完成之後 再寄回倫敦的店裡頭給顧客 為的就是要節省成本 不過相較之下呢 這一間王室御用的裁縫店 顧客是可以親眼看到自己的衣服 整個剪裁還有加工的過程 那當然價格也相對的很高 等待時間更長喔 甚至要六到十個月左右 算一算呢 如果是做一套三件套的西裝的話 得花掉六十個小時 那麼也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堅持呢 讓這一間小店成了王室成員 訂製軍服的一個首選 那麼講回這個哈利王子喔 他是獲得了國王的允許 所以呢到時候他也可以穿上軍裝來為祖母守夜 預計會在台灣時間18號的凌晨 威廉和哈利王子呢 還有一共八名女王的孫子孫女都會出席首夜儀式 時間呢大概是15分鐘 來看CNN的報導 他並且直流通進出來 上一下下極 你說人家學聖烈 什麼啊 此一孫子孫女 Gym Cheng 包括王室 WW & 哈利 地方作為一個專業美作為 sculpt時等 comic皇宫 不是只有阿 ownership 另外呢就是哈利王子的叔叔 安德魯王子喔 他也是另外一位獲准 可以穿襟軍裝消夜的王室成員 安德魯王子呢 先前因為涉及允竟全身的姓 新丑闻 所以被拔掉了军职 哈利王子呢 则是因为退出了王室 失去了军职的头衔 不过呢 国王查尔斯特准两个人 可以在首页仪式当中 穿着军装出席 同样也受到关注的 还有女王的灵鹫上头 摆放了三样 象征王权的宝物 包括了有女王 曾经带过的这个帝王 帝国的王冠 还有她曾经拿过的 宝球跟权杖 在这皇冠上 镶头呢 镶了有蓝宝石 红宝石 相当的耀眼夺魔 另外今天又引发关注的呢 就是女王曾经手上 拿过的权杖 因为这个权杖上面呢 有一个相当巨大的 钻石重达 530克啦 它叫做大非洲之星 随着女王过失呢 这颗巨钻再度挑起南非人 对英国殖民的恩怨情仇 根据CNN报导呢 这个女王辞世之后 南非现在掀起的是 锁回这个钻石 并且要求赔偿的声浪 很多南非的民众就认定说呢 这英国王室在殖民的时期 用非法手段取得了大批的钻石珠宝 所以现在呢 有这个当地的南非民众发动 联网要求英国的王室要赶紧归还 相在这个权杖上的大非洲之星 希望呢可以把它放回南非的博物馆里头来展示 联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6000人 那么女王辞世的第一时间呢 南非的总统他也发了推文 歌颂女王 结果引发了不少网友留言炮轰 网友就说那你有没有问过女王什么时候要还这颗非洲之星呢 还有人呢是直接点名这个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向他喊话说 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归还南非的钻石 1905年的时候在南非的一个矿场叫做库利南 那时候开采出了一颗3106克拉的天然原石 后来呢这个原石被切割成了九大块 还有96小块 大非洲之星呢就是这当中最大的一块 有外媒就报道说 就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南非渡省政府 买下了这颗巨大的巨钻之后呢 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当做生日礼物的 不过也有这个南非大学的教授 就驳斥了这样子的说法 他认为说呢 在殖民时代进行的交易 根本就是非法而且不道德的 维尔斯街头水泄不通 民众挥举国旗 夹道欢呼 迎接新任英王查尔斯 但有人没忘记 查尔斯最近因为笔漏水意外 两度发怒成为媒体炒作新王忌人的话题 民众特地送上一支笔 还说了句以防万一 大家不但哄堂大笑 还鼓掌叫好 查尔斯当时的表情看得出来 相当尴尬 但随后一名男子在查尔斯接近时 突然激愤抗议 抨击他利用君主制度 博取纳税人的钱 更不认他是国王 除了查尔斯民意支持度不高 女王的辞世也再度挑起 前殖民地对英国的恩怨情仇 女王皇室权账上 镶嵌着一枚一九零五年 南非殖民政府献给王室的 大非洲之星巨钻 价值高达新泰币一百二十五点五亿 而这颗钻石的原石 甚至重达三千一百零六克拉 和人类的心脏一样大 南非要求归还钻石的声浪四起 六千人连署欠请任性 要求英国将在南非殷属时期 遭夺取的大非洲之星钻石 勿归援助 权杖钻石价值相当于 七点五万名南非学生的 高等教育费用 对南非经济而言意义非凡 记者陈丽星博乐